上一节我求出了保持圆形轨道的最小速率 也就是顶部的速率 结果是27.6千米每时 这一节 我将通过这段视频 求出平均速率 这要用到视频播放器来计时 然后用圆轨的周长处以跑一圈的时间 假设这里是完美的圆形 虽然它肯定有一些椭圆 就我们的计算而言 不妨假设是完美圆形 椭圆情况会如何 留给你们自己考虑 再看一遍视频 这来自英国舞频道的一个节目 转了一圈 再看一次 很有趣 视频播放器上有计时显示 前面这十秒 上次有人纠正过我 这里不是1%秒 而是帧数 每秒是30帧 最开始时是0秒0帧 播放完后是2秒14帧 每秒30帧 因此总共是2又30分之14秒 这是绕一圈需要的时间 1秒2秒 2又30分之14 接近2.5秒 我写一下 过山车一圈 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又30分之14秒 那么一圈的路程呢 假设轨道是圆形的 路程也就是一圈的周长 周长等于2π乘以半径 前面的视频中我们算过了 半径是6米 2π乘以6米 也就是12π米 要求的是平均速率 速度持续变化 因为方向持续变化 但速度大小 这里可以求出速度平均大小 或者说平均速率 总路程是12π米 除以行驶这段路程所需的时间 也就是2又30分之14秒 下面用计算器算一下 对 用路程12π米除以2加30分之14 结果的单位是米每秒 15.3米每秒 平均速率大约是15.3米每秒 几乎是最小速率的2倍 这是考虑到安全系数 车需要同轨道保持一定的抓地力 当然也不能太快 否则这力就会太大 也许以后的视频中我会详细讲解 这里我打算换为 换算为千米每小时 还是要用计算器 这里是米每秒 首先换算为米每小时 乘以3600秒每小时 这是米每小时的值 然后按照我们原来做的 除以1000 结果是55000米每小时 如果要换算为英里 大概是除以1.6 结果接近35英里每小时 也就是55000米每小时 大约是55000米每小时 驾驶者提前做好物理运算是明智的 这里有很高的安全系数 比维持圆周运动的最小速度大很多 这样就有足够的抓地力 抓紧轨道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